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想要想明白这个问题 应该先反过来想 现在愿意多生孩子的都是哪些人 我觉得我这个年龄的人最有发言权 我从小学到大学的同班同学加一起100多人 现在还常联系的有那么几十人吧 我把这些人挨个捋了一遍 发现所有要二胎三胎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不缺房 我今年39周岁 我那些同学当中要二胎的屈指可数 大概不到10% 这些同学呢 要么是原来城中村的拆迁户 家里面不缺房 要么就是家里边的经济条件好 同样也是不缺房 所以我想来想去 房子才是生孩子最核心的必要条件 有人说越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生育率会越低 因为生不生孩子主要取决于人的意识 越是发达的地区 人的意识越开放 文化水平越高 曾经一度我也有过这样的看法 但现在我觉得不是 现在我认为决定大家行为的是物质基础 而不是意识形态 即使真的是意识形态 那么决定意识形态的必然还是物质基础 所以说到根本上还是物质决定意识 而绝不可能是意识决定物质 如果硬要说意识决定行为 那么东亚各国我们同属黄种人 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 多子多福的意识应该深入人心才对 可事实上日韩 我国大陆 以及我国的港澳台 现在没有一个生育率高的地方 唯一一个处在儒家文化圈 并且生育率相对较高的地方就是朝鲜 而朝鲜恰恰住房压力不是那么大 在朝鲜只要结了婚就可以申请免费住房 我生活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别称叫做绿城 因为这个城市的大树特别多 有人说我去过郑州感觉没有那么多树啊 那是现在曾经郑州的绿化率确实是非常高 我记得九几年的时候一到夏天晚上出门 我都要带一把伞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鸟屎砸到头上 我也不知道那种鸟叫什么名字 只记得体型都比较大 但是这些年呢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 大树变少了鸟也变少了 还剩下的那些鸟呢都集中在几条大路上 其他的路上基本上都没有了 这个城市人住的房子越来越高越来越多 但是鸟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 所以这些鸟呢越来越少了 动物失去了栖息地就会往别的地方迁徙 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适合生存的地方 那么这个物种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 甚至主动的消失 虽然可能他们根本也不懂得如何避孕 但就是这么神奇 历史上曾经消失的那些物种 很多都是由于失去了适合生存的栖息地 食物和水是生物生存的条件 但这些和栖息地比起来 当然栖息地更为重要 住的地方永远是第一位的 除此之外还有人说医疗压力也是很多人不愿意生育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呢我也不否认 但是我觉得和房子比起来还是差太多了 因为人发现医疗压力不会那么早 简单地说就是生育旺盛的年龄 比如二三十岁的人他体会不到医疗的压力 因为还年轻嘛身体普遍还很健康 等将来老了真正感觉到医疗压力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根本也不可能生孩子了 所以在生育年龄感觉到的医疗压力 大多数都来自于别人的口中或者侧面 并没有那么直接 真正直接的还是住房压力 因为你从打算怀孕的那天起 首先就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有没有地方住 这是无法回避的 无法推迟解决的一个问题 只要孩子一出生 立刻就会面对 多一个孩子就意味着至少要多一间房 他不是多一双筷子这么简单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教育压力 这一点呢我和很多人的看法一样 我也认为教育压力大 孩子教育负担过重 是造成很多人不生孩子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和别人不同的是 我认为的教育压力不是来自于费用高 而是一种不太科学的教育形态 因为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这种思想目前依然还根深蒂固 当然这还是取决于就业 以及和社会财富分配有关 高学历目前依然是获得财富的主要条件之一 我觉得只要这种外在环境改变不了 教育负担就减轻不下来 不是说你取消了课外辅导 取消了补习班 家长的负担就小了 那样家长的负担反而更重 因为我们要承认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学问 逼着那些不适合做学问的孩子 硬要去学习 压力能不大吗 硬要把牛肉做成海鲜的味儿 那必然要加入大量的科技鱼很活 这都是成本的 而且成功率还极低 弄到最后呢 牛肉也不是牛肉 海鲜也不是海鲜 牛肉呢 你就应该做成是西红柿炖牛腩 你就应该做成干扁牛肉丝 你就应该做成五香牛肉 干嘛非要往海鲜上靠呢 可是没办法 大家就是认为海鲜值钱 就是认为海鲜更高端 这是订菜价的人决定的 这是客观现实 所以说白了 不管适不适合做学问的孩子 都要硬逼着走上做学问这条路 是教育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反而真正适合学习的孩子 反倒他们的家长没有太大的负担 甚至从小到大 家长可能都不怎么管孩子 可是他就是学习好 因为这孩子天生就适合干这个 你想想是不是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总之教育负担过重 也是很多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的原因之一 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生出来的下一个孩子 是不是天生上学的料 如果不是呢 你还要想方设法 硬要让他学习 为他创造各种各样的学习条件 比如学区房 比如赞助费 比如家教 那这不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很长时间没和大家聊天了 甚是想念 今天先聊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 再见